看到今晚最新的畫面 大甲鎮南宮 媽祖遶境 正式起駕 以往經過彰化 都會上演搶教的戲碼 那麼為了避免暴力事件發生 今年遶境的第一個治安熱點 彰化民生路地下道 就出動了三百多名的警力協助 隨行鑾腳和沿途的警力 也有五百人 確保鑾腳順利通過 可以看到在大批警力的協助之下 入業之後 民生地下道 周邊湧入大批的信眾 大約有三萬人早就定位 等候大甲媽祖鑾腳抵達 警方是設置超過三十個搜證點 並且使用交通改道與禁止停車的 管車牌管制人潮位置 但是民眾真的是太熱情 現場是非常的擁擠 鑾腳一度還停頓 不過還好 現場秩序大致是良好 鑾腳大約是在八點五十分左右 進入了地下道 十分之後 這個順利的走出了民生地下道 而這一次也因為沒有鑽腳底的行程 繞進時程是縮短了兩到三個小時 連鎖太平堂囊 全部早在後 роб重 回席 速記 好